我穿成了快穿霸总小说里有钱有盐 却死相悲惨的恶毒女配 于是我接连爬上男主和女主的床 妈的 都杀了 我是在一张柔软温暖的床上醒来的 揉着脑袋坐起来 回想起自己刚刚被人一板砖爆头的情景 有些生气 大意了 麻醉剂用少了 回过神来我突然意识到好像有些不对劲 细腻修长的手指 滑嫩白皙的肌肤 这好像不是我的身体 我迅速弹起 犹豫着来到梳妆镜前 看见了一副不属于自己的相貌 很美 怎么说呢 比上个星期被我暗杀的雇主老公的情妇还要美 那时 我刚踢下美妇的眼珠子 还在感叹这是我见过最美的人 现在我便看见了更美的 我抬起手抚摸这副娇好的面庞 心里有些激动 好想把这张脸搁下来摆进我的收藏柜里 房门就在这时被敲响了 外边传来女人的声音 小姐 楼少爷来了 她说来要人的 我正愣了一下 很快开口回应 门外的人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 直接走开了 我又回过头一把扑在柔软的床上 大脑飞速运转目前的状况 我好像是穿梳了 在被人抱头之前 我还是赏金猎人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杀手 虽然我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 但经过这么些年的严苛训练 我能让所有轻视我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显而易见 我十分痴迷于美丽的事物 特别是美丽又恶毒的 但那天我低估了我的目标 以为区区一个瘦弱的小伙子 是敌不过我给的麻醉剂剂量的 我大意了 当我回过头想避开那一击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再醒来我便已出现在了这里 从刚刚那人说出的话来分析 我应该是穿进了前些天看过的一本小说里 别问为什么赏金猎人会有空看小说 我还认识一个有空开赛车和谈恋爱的 好像姓什么肖 印象不深 我大概是穿成了这本小说里的恶毒女配 江家的毒女千金 自小被江家视为掌上明珠 受尽宠爱 所以原主的性格骄纵跋扈 经常对在家里 笨手笨脚打坏东西的女主发难 特别是发觉 未婚夫喜欢上那个女主后 他们背着原主在家里勾搭 好几次都差点捂到原主面前 但每次都会被未婚夫搪塞过去 最后的结局是原主忍受不了他俩的奸情 决定除掉女主 却被未婚夫反将一军 下场凄惨 想到这里我又不禁抬手抚摸这副面容 死于被凌虐吗 这样对待美好的身体也太残忍了吧 所以还是先下手为强吧 我下来的时候 楼晨明显等得很不耐烦 他就没看着我 等着我像之前那样急急忙忙去哄他 而我只是坐在了他的对面 气定神仙 江宁玉 你为什么让我等这么久 这就是江家的代客之道吗 我没去在意楼晨的言语 只是呆呆看着眼前 眉间带着怒气的面孔 怎么说呢 不愧是男主 他的这副样貌 也当真是好看极了 要是把他的脸也割下来 会让我的收藏们都黯然失色吧 楼晨见我看着他发呆 愤怒消散了些 转而变成得意 江宁玉 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你把白恋恋给我 我就原谅你 楼晨语气笃定 这时从旁边冲过来一个娇小的身影 跪在了楼晨脚边 阿诚哥哥 求你不要再为了我为难江小姐了 我是江小姐的庸人 她是不会让我离开的 白恋恋气不成声 鼻花带雨 白恋的小脸上挂着痘大的泪水 处处可怜极了 原主确实不会让他离开 而是会在每一次楼晨要人失败后 对白恋恋变本加厉的为难 然后楼晨就会更加心疼他 转而对原主更加厌恶 但我已经不是原主了 所以我轻快地点了头 好呀 楼少爷 任我给你了 请一定要原谅我哦 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尤其是白恋恋 他脸上的泪痕还没干 表情错恶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楼晨 他高兴的一把拉起白恋恋 也不管我这个未婚妻 还在场就把他拥物怀中 太好了恋恋 他终于松口了 我终于可以把你带走了 可他怀中的白恋恋没有丝毫喜悦 反而江硬推开了他 江小姐 求你别让我走好吗 这下错误的人变成了楼晨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都松口了 白恋恋还是不愿跟他离开 是了 白恋恋要是真跟他走了 他还怎么吸取我的气韵 这本小说是快川攻略 白恋恋游走于各个小说世界 吸取原女主的气韵 然后取代原女主 成为新的女主 完成攻略男主的任务 完成所有攻略任务 他就可以成为这些小说世界的主宰者 拥有自己提笔写小说 成为自己笔下女主的权利 这本小说客观来讲 写的确实三观不正 可这么好的事情 会有谁不心动 这已经是他攻略任务里 最后的小说世界 而我不会给他完成任务的机会 白恋恋转头朝我跪下 眼睛哭得红肿 而我不动声色的离他远了些 江小姐 求你不要赶我走 打住 我可没有赶你走 是楼少爷想要你 难道你不想跟楼少爷在一起吗 许说我一下变得宽容豁达 楼晨看我的眼光 不再像之前那样充满厌恶 而是柔和几分 他上前把白恋恋拉了起来 却又被甩胎 江小姐 阿诚哥哥他是你的未婚夫 我怎么能夺你所爱呢 我和他都不能这样对你 楼晨似乎也回想起 我们两个还是有婚约的关系 一时神色有些尴尬 但他那张狗嘴里还是什么 十三话都没吐出来 只是眼光颇为悲痛的 看向白恋恋 我突然觉得有点一丝 虽然白恋恋的长相 并没有现在我的这张脸那样美艳 但如果是和楼晨的脸缝在一起 或许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王八配绿豆 破锅配烂盖 说的应该就是他俩 一个是为了满足私欲 而暗害无辜原女主的快穿者 一个是攀附原女主家势力财富 还另有情人的软饭男 这种都不配上 我们高级赏金猎人的悬赏单 看着两人皆是痛苦隐忍的神情 我只是但笑了一下 楼少爷 既然白恋恋觉得 是我和你的婚约阻挡了他 那我们废除这个婚约如何 文言 白恋恋的脸色变得惨白 楼晨却一改颓废 毕竟这个婚约是原主强求来的 现在我自愿解除 楼晨自然欣喜 可他或许还不知道 没了江家的合作 他楼家就一区区爆发户把了 之前楼晨也找过原主很多次要解除婚约 都被原主告家长给他家里施压 但现在不一样了 是我主动要解除 楼晨欣喜地握住白恋恋的双手 笑得很开心 恋恋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但白恋恋并不高兴 楼晨带走了白恋恋 临走时 他还恶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以为我会生气地上前质问他 但我假装没看见 必要的时候我会阿瓦打锁他眼珠子 前提是他不要再来我眼前蹦打 当附加千金的感觉很不错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的日子过多了 我这才意识到 自己好像变得有些怠惰 掐了掐腰间多出来的一点软肉 感叹自己的伙食真是太好了 于是第二天果断办了个健身房会员 但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白恋恋 江小姐一夜来健身房呀 白恋恋穿了紧身衣 瑜伽裤 身材被凸显得玲珑有致 我差点看呆了 我改变主意了 或许把他做成人偶会更漂亮 白恋恋一步步地靠近我 我意识到跟他离得太近 会有被吸走气韵的风险 不着痕迹地离他远了些 白恋恋却执拗地靠近 我也就一步步后退 然后我撞上了一个坚硬有力的胸膛 转头一看 是一个十分强壮的男人 那发达的孤二投机 差点晃瞎我的眼 出于强者的崇拜 我立马开口 大哥 你这咋练呢 你教教我呗 大汉听着我的言语 错愕了一瞬 随即飞快地瞟了白恋恋一眼 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 好啊美女 你跟我来 我带你练 我听话地跟着走了 也没依漏白恋恋脸上的恶毒神情 但当他等到健身房关门 然后得意洋洋地来到紧闭的杂物间时 却没人给他开门 该死的 怎么干了这么久 白恋恋漫漫咧咧地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钥匙开门 看到里面的景象后 得意的神情僵在了脸上 里面只有一句失去了双臂的尸体 俨然是刚才那个大汉的 白恋恋下的贪坐在地上 因过度惊吓而喊不出声 就在这时 他身后的门被从来面反锁了 谁 是谁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救命啦 死人啦 救命啦 杂货间的门质量不错 被白恋恋连对待出来的 都没发出什么巨大声响 我饶有兴致地站在门前 如同听交响乐般 欣赏着白恋恋发出的哀嚎和哭喊 当真是美妙极了 还有什么事 是比和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共处于是更为绝望的呢 其实还有 我拽动手里的银线 把尸体从里面低溜了起来 里面传出白恋恋一声痛苦的尖叫后 就没了声响 我打开了门 白恋恋婚厥在地上 身下是因为受到过度惊吓 而大小便失禁的排泄物 有点恶心 脸上还挂着泪水和鼻涕 看起来被吓得不轻 我有些洁癖 穿戴了全套防护服和手套鞋套 离白恋恋远了些 清理了现场 带走了尸体 我只留白恋恋一个人 瘫倒在杂货间的地上 虽然这是个小说世界 但好歹也是有法律存在的 我可不能放任尸体不管 再看一眼地上的白恋恋 我不禁嘖嘖摇头 都说了别招惹我 怎么就是不听劝 处理完一切后 已是第三天的早上 我明明呼呼醒来 你妈 不让我天秤座 睡觉我真的想杀人啊 我打着哈欠 临时换了件长裙 缓缓走下楼梯 见客厅里 站着楼晨和一个 衣衫脏旧的陌生男人 楼晨率先走过来 用力捏住我的手腕 手镜挺大 姜明玉 你为什么还是要伤害恋恋 我们不是已经解除婚约了吗 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皱眉 想甩开他 却发现手使不上力气 怎么回事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那个陌生男人也凑近 抓住我另一只手腕 楼晨 你没有证据 能证明是郁郁伤害的他 你不可以这样质问郁郁 看着眼前这个 为我说话的帅哥 我感到有些疑惑 原书里根本没说 我这个女配还有感情线啊 怎么没证据 恋恋他都跟我说了 就是将你遇害的他 不然他怎么可能会晕倒在杂货间 你有监控录像 或者录音证明吗 空口无评的诬陷 没有任何依据 楼晨气急 或者我手腕的劲更大了 我微微吃痛 然后就见那个帅哥一拳 把楼晨打倒了 牛 牛逼 我情不自禁赞叹出声 帅哥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玉玉 你是在夸我吗 我好高兴 此话一出好像有种生猛大帅哥 便娇羞小媳妇的感觉 这副样子有些眼熟 楼晨不忘在旁边刷存在感 江宁玉 你怎么能当我的面夸别的男人 我们解除婚约才过了没几天 楼晨过于过躁了 吵到我的眼睛了 但我应该是动不了他 毕竟他是男主 我走到楼晨店前 居高临下望着他 楼晨 你也知道我们解除了婚约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我又为什么去伤害白恋恋 谁知道 你是不是对我还愚情未了 你极度白恋恋能得到我的爱 所以刁难他 我被这甜不知耻的发言 惊呆了 楼晨一脸看白你超爱我的神情 等着我把他扶起 但我只是扯过一旁 隐隐发怒的帅哥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楼晨 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现在我喜欢这款 在场的两个男人全都猛住了 我招来 用人把楼晨请了出去 然后把帅哥拉进了房间 从衣柜里翻出一套中性服装 我转身想扯下帅哥的脏衣服 却被一把按住了手腕 等一下 这么快的嘛 我还没准备好 帅哥脸颊飞红 眼神温柔暧昧 与其小心翼翼 我淡定的戳回手 然后把衣服甩到他脸上 苏鱼 你再继续穿着这么脏的衣服碰我 我就把你的手打断 苏鱼文言眼睛更亮了 真的要打断我的手吗 好开心 苏鱼是我在15岁那年捡到的 算是捡吧 那时我刚杀了他全家 他是个孤儿 被这家人从福利院拐卖回来 当奴才伺候他们家儿子的 这家人是拐卖惯犯 连他们家儿子 都能充当拐卖妇女的得力工具 我解决掉小孩后就去找大人了 等我回来时 我看见苏晨正拿着扫帚 面无表情地扫着地上的内脏 后来他主动过来帮我收拾现场 瘦瘦小小的身体 抗一两百斤的尸体毫不费力 他的衣服很破 破到盖不住身上的伤痕 颠痕 烫疤 刀疤和受到骨骼分离的身体 做完一切后 他用有些脏兮兮的手 拉住我的衣角 眼神带着祈求 语气却是控制不住的雀跃 姐姐 你现在可以杀掉我了吗 我厌恶地甩开他的手 才不要 你脏死了 从那以后 我便多了个根屁虫 我们一起流浪 一起接任务 一起训练 苏鱼成长得很快 很快便伸手不凡 可他始终不愿自立门户 非要做我的助手 一开始他还总会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鱼举地躺上我的床 姐姐 我现在很干净 一点也不脏 求你杀掉我吧 后来他不再追求于让我杀他 而是改成了别的方式 姐姐 掐我 掐我好不好 这小子打小就是个病胶变态 可那时我已经尝到了 苏鱼年轻精干躯体的滋味 对于他的要求我 总会适当满足 毕竟拥有一条听话的小狗 这件事简直是太酷了 望着眼前刚洗完澡的苏鱼 我恨铁不成钢 你怎么来了 你没打过他 我打过了呀 还用你最喜欢的方式分尸了 可是没有你 我怎么活得下去 苏鱼可怜巴巴地凑到我怀里乱蹭 我一把按住他脑袋 你自己抱自己头 姐姐怎么知道 苏鱼眼睛依旧那样亮晶晶的 表情谄媚 在等我夸他 我的心情十分复杂 虽然知道苏鱼很可能会干这样的事 但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 于是我抬手甩了他一巴掌 下次别干这种事了 苏鱼没有丝毫委屈 而是高兴地抱着我乱亲 最喜欢鱼鱼打我了 我的名字是素爵 没有姓 寓意是残缺的鱼 可苏鱼总叫我鱼鱼 他觉得我有了他就不再是残缺的 而是一块完整的鱼 苏鱼的姓是我取了素的谐音自取的 至于鱼这个字 我希望能把他养得自如其人 成为美好的事物 但我没做到 苏鱼感人的方法比我残忍多了 跟外表的斯文形象不同 他喜欢一击致命 把人家弄得残缺不堪 害得我只能精进逢古技术 帮人拼个全尸 但他总会把我喜欢的部分 保留完好的给我 我 好浪漫好喜欢尸体们 我也是你们 抛力的一环吗 我问苏鱼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 结果他就比我晚了两天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我穿进这本书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月 所以你也就流浪了半个月 苏鱼正坐在我身旁啃鸡腿 不至于连楼晨令若鸡都打过 我从小到大就没受过这样的气 又揉了揉被楼晨掐红的手腕 暗暗咬牙 作为恶毒女配 我的人设肯定是不能伤害男主的 但我可以刁难女主 这种被位置力量限制的感觉真不好受 但苏鱼这小子为什么可以揍他 我把疑惑的眼光放到苏晨身上 只见他对我展开一个笑容 姐姐 我是恶毒男配啊 对了 这说还有个男配 是跟男主争成绩 争事业 争女主的男配 但男配注定抢不过男主 楼晨家事不错 衣食无忧 但苏鱼 也就是男配秦莫就不行了 有个是赌卢命的父亲 被家暴排逆来顺受的母亲 他被迫每日打工 一边养活一家子 一边读书 长大成人 有事业后还是不可避免的 被家里牵连 在又一次被女主被刺后 选择了自杀 在秦莫最落魄狼狈的时候 百恋恋为了攻略任务 选择盗取秦莫公司机密给了楼晨 在楼晨的打压下 秦莫彻底破产 面对父母的咒骂他 最终走上了公司顶楼 真是凄惨 我个杀手都觉得作者三观不正 他笔下就没一个好东西 巧了 我和苏鱼就更不是好东西了 我转头看着专心制制包螃蟹 递到我嘴边的苏晨 开口问他 那对人渣你解决了 那没被人发现吧 那你是不是没给手消毒 嗯 苏晨话到嘴边僵住了 他知道我有洁癖 一向受不了他身上有血腥味 我死死压抑住 想要赏他叶尔光的冲动 退回房间把苏晨关在了门外 我可不要再奖励他 吸取气韵的最佳方法 就是将原女主打压成 没有丝毫反抗之力的废物 白恋恋特地将这个最简单的小说 世界流到最后 因为其他的任务难度越大 金手指和系统的威力就越大 而这个世界 显而易见 白恋恋没有任何援助 他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将我打压 没有吸取完我的气韵 白恋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当初我和楼晨解除婚约的举动 虽引起了楼家对白恋恋的不满 但有楼晨护着 他们也没办法对白恋恋真做些什么 反倒是我聚了和楼家的几项合作后 那边开始沉不住气了 楼家人虽没有表面上排挤他 但背地里的冷嘲热讽 可是一点没少 我也曾见过爆发户出身的那些大姨大妈 自以为高人一等 骨子里却也没改掉长舌妇的毛病 有人问回村最害怕的是情是什么 那必然就是想绕绕不了 想走走不掉的农村妇女村口情报站了 想必白恋恋已经被那些人烦得头晕脑胀 我本以为他会消停几天 却没想到他盯上了苏宇 苏宇的公司有了起色 在我的帮助下 毫不费力地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他公司最新研发了一项技术 可谓是获奖无数 苏宇一时风光无限 很快引起了白恋恋的注意 他知道 若能利用秦末 也就是苏宇公司的技术帮助楼城壮大 他就能狠狠打压我 所以今天看到白恋恋羊装摔倒 扑到苏宇怀里的时候 我毫不意外 抱歉 秦总 是我太不小心了 白恋恋羞红的小脸 欲聚还迎地从苏宇怀中退出 眼里带着倾慕 苏宇也没生气 只是饶有兴致地打亮着白恋恋 没眼中透露些许对他感兴趣的意味 得到回应的白恋恋有些得意 特别是对上我有些愈怒的眼光后 猖狂更甚 江小姐来了 是来找秦总的吗 真是抱歉 我已经登秦总约好共进晚餐了 我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就见苏宇静止站起 然后朝白恋恋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走吧白小姐 我想今天不会再有什么事 会比跟你共进晚餐更重要了 白恋恋惊喜的表情丝毫不带掩饰 他趁着苏宇回头去按车钥匙的功夫 走到我身边巧声对我说 看白江凝玉 我说过 我会夺走你的一切 包括男人 虽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句话 但我还是装得十分羞怒 紧紧握住了拳头 在我面前这么狂 他不会以为上回健身房的事 是苏宇干的吧 也对 这种只知道靠男人的吐司花的脑子 自然想不到是我 白恋恋摇一声姿地走出了办公室 我抬头看着苏宇从我旁边经过 他看起来没什么表情 但眼里对白恋恋的厌恶和愤怒 都要盖不住了 我迅速偷偷捏了捏苏宇的手 他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些 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我不禁感叹 苏宇可是个马路杀手 200米他能击杀三次的那种 希望白恋恋以后 不会对副驾驶产生心理阴影 一夜过后白恋恋 直接成为了苏宇的贴身助理 别误会 他俩压根没去共进晚餐 在第八次击杀后 白恋恋终于忍不住了 跑到马路边吐了出来 苏宇看着他的样子甚觉好笑 但面上还是要装一装 白小姐身体不湿 我看今晚还是先送你回去吧 多谢秦总 虽然白恋恋很想跟苏宇吃这顿晚饭 但他真的不想吃完饭 还要受他车技的折磨了 苏宇跟我说这些的时候 我正在健身房举铁 挂了电话 我笑到差点砸到脚 接下来的剧本就是 我和白恋恋不断跟苏宇纠缠 但苏宇总会选择白恋恋 我能感受到自己的气运在减少 但没关系 我相信苏宇 他是恶毒男配 可以对男主出手 我是恶毒女配 可以对女主出手 我可真是无比期待 他们死在我手上的那天 这两个月里 苏宇和白恋恋精彩 同进同出各种商业合作场合 表面上 大家都觉得苏宇已经痴迷上白恋恋 连自己的身家都可以交给他 连我的父母都打来电话 内涵我捧出了一个白眼狼 但实际这些场合 全是无关紧要的 合作也是一旦达成 就会被吸血的 那些合作商 一个个把自己包装的流光溢彩 看似风光无限 实则那里早已腐烂 我和苏宇手握剧本自然可以看穿 但白恋恋和楼晨不一样 他们一个一个高价 抢走那些前途无量的合作商 自以为稳操胜券 殊不知人家的吸血计划早已开始 等到他们意识到不对之后 公司已经摇摇欲坠 反观苏宇 隐隐有跟我家持平的实力了 我以前就没发现 苏宇在经商上也这么有天赋 真是委屈他 做了这么久 我这些赏金猎人的助手了 从遇到苏宇开始 我就一直以保护者的姿态在他身边 现在角色差别变得不再那么明确 我好像有些跟不上苏宇 想着想着 突然心里一阵烦躁 我一脚 把旁边赤裸着的苏宇踹下了床 滚沙发上去 怎么郁郁 我今天没表现好吗 苏宇扑过来从背后抱住我 我满新鲜鞭痕的身上 还带着刚洗过澡的沐浴露香味 我挣扎了一下 没推动他 干脆直接开口 你好像变得比我强了 我现在没信心 可以靠自己杀掉你 苏宇猛地把我抱紧 有些不知所措的在我后颈乱蹭 姐姐 我没有 我只想死在你手上 虽然我不知道 我这句话是哪里透露出来 想不要他了的意思 但我还是马上翻身哄他 苏宇 我没有说不要你 我不会不要你的 夜很长 我耐心地哄着 突然想到了五年前那天 那年我22岁 苏宇19岁 那天我和他正在进行 最后的柔道切磋 因为苏宇早已成长 我告诉他 今天这场鄙视 他若是能赢过我 我就同意他独自行动的请求 对打的时候 我看着苏宇的脸 很不合时宜地回想到了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那样瘦弱残破的身体 稚气平静的小脸 竟然我养成了 现在这样意气 风发身体强壮的青年 只是一愣神的功夫 苏宇的拳风就已袭来 我猝不及防 生生挨了一拳 被这压倒性的力量 砸到地上 还未起身又是一套 组合技朝我攻击 我很快调整好状态 抬手格挡 但已经处于劣势 苏宇招式阴狠致命 我招架不住 切磋的时候是有安全词的 但我始终喊不出 那就要结束的话 我想看看苏宇 到底已经强到何种地步 他又会不会因为 我跟他的情分手下留情 我希望他不会 我吐出一口血的时候 苏宇停手了 他看着拳头上的血 在望向我食言里 满是震惊和绝望 那一刻我明白了 其实他早就已经 给我抢大了 再醒来时我躺在医院 断了一根肋骨 手也骨折了 床边趴着苏宇 见我醒了 马上凑上前蹭我的脚 VIP病房里没有别人 很安静 我沉默了一回才开口 苏宇 你长大了 可以自己去看看这世界了 不得不说苏宇 很有当绿茶白莲花的钳制 眼泪说来就来 哭的鼻头和眼睛都哄了 姐姐 我没长大 我不想走 你不能不要我 面对苏宇的声泪俱下 我只是别过了头 不再看他 不知过了多久 苏宇离开了 圈子里多了一个 代号为不渝的赏金猎人 不管是出招 还是行事作风 都只能让人想到很利二字 他好像不要命了 在一个阴沉的雨夜 我又见到了苏宇 他瘸了一条腿 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像一只可怜兮兮的鲫鱼小狗 看到我便冲上来蹭我的脚踝 洁癖的 我又把这条脏脏的小狗捡回了家 只不过这次 我不会再让他走了 苏宇的公司突然出现了经济危机 股票下跌 资金周转停滞 重要公司机密被泄露 一夜之间 这匹黑马一蹶不振 濒临破产 现在苏宇只能靠着那项研究 才有能够起死回生的可能 迫不得已 苏宇第一次在白链链面前 展示了那项机密 然后 这项被锁在保险库里的研究资料 全部消失 到了楼晨的手里 楼晨立马调用 所有资金推动项目的研究 效果立竿见影 楼市很快便招揽到了 大量的供应商 势头强劲 大有垄断国内市场的实力 苏宇被我威逼力 诱着演了最后一出戏 他被回归楼晨身边的白链链 毫不留情的羞辱 灰溜溜的消失在了他面前 苏宇回来的时候 白衬衫上面还被泼了咖啡 惨兮兮的 可能是我笑得太大声 他铺上来狠狠要了个够 一直折腾到深夜 我也在阳台的栏杆上点燃一支烟 苏宇凑过来用一条毯子过紧了两人 绿玉 我不想你去 苏宇把头搁在我颈窝 呼吸滚烫 双臂紧紧缓住我的腰 我的气韵根据计划实施 已经被白链链吸取了很多 剧情也在慢慢向人疏离那样发展 所以接下来有一出很重要的戏 需要我上场 楼晨的公司依靠那项研究 已经到了可以凌驾所有人至上的地步 他毫不犹豫的 就选择了像一只欺负 白恋恋的我报复 他打击我家的公司 抢走我家的合作 家里公司岌岌可危之际 我只能迫不得已爬上楼晨的床 然后被他羞辱一番扔给了一群大汉 灵虐至死 想到这里我又深吸一口 然后转头堵入苏宇口中 看他被枪的眼角都红了 我不会有事 苏于文言只是把我抱得更紧 我陪你 他在之前的世界已经失去过我一回 他不敢再赌了 我转身回抱住他 像两个浑身尖刺的小兽 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好 楼晨大概是很笃定 我会出现在他的私人别墅里 所以当他看到衣着整齐地 坐在他床上的我时 并不惊讶 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他似是对我穿得太多有些不满意 眉头轻微促起 但却大不留心地走进了浴室 不对呀 他现在不应该羞辱我 辱骂我一番再把我丢出去吗 他现在去洗澡是几个意思 落地窗旁的厚重帘子 轻微地抖动了一下 我放下心来 看着楼晨嘴角 挂着嘲讽的笑缓布走来 江宁玉 你说你之前那么傲有什么用 现在还不是要求着 我别搞你家公司 许事我指示他的目光太过显眼 楼晨一下变得恼怒 抬手扇了我一巴掌 江宁玉 我最讨厌你用这种眼神看我 你搞搞清楚 你今天来这是为了什么 现在你自己拖 我被这一巴掌扇懵了 我以为他骂完 我就会把我丢出去 我还打算好好施展一番 此刻是真的懵了 楼晨不应该为了白恋恋 守身如玉吗 他要我拖 还没来得及回神 楼晨不耐烦地把我压在身上 上手开始撕扯我的领口 我看你还是分不清现在的局势 没关系 只要你跟了我 我可以把你养在外面 我最喜欢你这种不好征服的 楼晨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拳打倒在地 苏瑜实在忍不住了 跨坐在楼晨身上狂揍他 我淡定地坐了起来 走到浴室洗了把脸 把衣服整理整齐 出来时楼晨已经说不出话了 也看不出来那张脸是他了 苏瑜忧愿地看我一眼 走进洗手间洗了手材来抱我 郁郁 我好生气 乖乖不生气 姐姐现在就杀了他给你出气 此时我们两人在楼晨看来 一定像极了肩肤淫妇 说实话杀楼晨这件事 我心里还是没底的 结果苏瑜递来的匕首 我想直接给楼晨来一刀 却被莫名的气场弹开了 本还恐惧着的楼晨 看我被他身上的气场 震出一口血 立马猖狂起来 哈哈你杀不了我 姜宁玉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把你和秦莫一起弄死 听了这番发言 我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想笑 本还想着楼晨要是跟着剧情走 把我羞辱一番丢出去 我或许还能考虑一下 留着他的命 既然这个世界 已经乱套成这个样子了 那我不乱来一把 也太亏了 公布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拿起一旁楼晨 放在床头柜处的手机 用他的指纹打开了锁屏 映入眼帘的是 楼市集团破产清算的重大新闻 各大媒体记者争相报道 楼晨的手机开了免打扰 现在才有未接电话 和未读消息疯狂涌出来 楼晨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还趴在地上的楼晨 显然不信我说的话 但当我把手机 对到他眼前的时候 他愣住了 屏幕上正直播着 楼市集团召开的发布会 楼晨所熟悉的 一张张亲人和朋友的面孔 正身为俱下控诉着他的恶行 并表示自己与楼晨的 最新研发项目无关 他们把脏水泉 泼到了楼晨头上 自作主张 联合其他股东 分走了公司谨慎的财产 楼晨看着这些人 丑恶又故作慈悲的嘴脸 只觉得无比心寒和恶心 他眼里 再也没有刚刚面对我时的狂妄 只剩下绝望 在一片唏嘘声中 白恋恋眼睛通红 若有浮风的登场了 还有希望 楼晨目光灼灼地 紧盯着手机里 白恋恋的天使面孔 祈祷着他能扭转乾坤 面对招数不清多少个摄像头 白恋恋擦拭眼角的泪很开了口 我相信楼晨 果然 楼晨心想 果然没有看错他 眼里的稀迹 却破灭在白恋恋紧随其后的话里 我相信楼晨他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不该听从他的挑唆 去窃取秦总公司的机密 楼晨他已经知错了 不然也不会告诉我 白小姐 所以你是承认 楼晨实施了商业犯罪的事实吗 白小姐 从你刚刚的话来分析 楼晨还有携款潜逃 私自挪用资金的嫌疑 白小姐 你真的是被强迫着 去盗取机密的是吗 楼晨已不愿再看手机里的直播内容 他低下头小声乌咽着 楼晨心想着 白恋恋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只要你说你不是被逼的 我就原谅你 然而在一系列记者的提问下 白恋恋独独挑选了这个问题 是 我是被逼的 白恋恋似是忍耐了极大的痛苦 当场痛哭出声 现场再次哗然 这场闹剧我也不想看了 便关掉了手机 我又靠近了楼晨 一把将他拎了起来 掐住脖子 这回再也没有莫名的气场阻拦我 看来他的男主气韵已经全部消失了 杀了我 楼晨心如死灰 也不动弹了 我皱了皱眉 手下力道又用力了几分 察觉到我是认真的之后 楼晨突然挣扎起来 不 我还不想死 不要 求你 大颗的眼泪 从楼晨的脸庞落到我的手上 我有些嫌恶心 把人甩到一边 重获氧气的楼晨大口呼吸着 他以为我对他愚情未了 将领域 嗨嗨 我就知道你还是舍不得我 只要你帮我重振楼市 我就让你做楼家的女主人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真是狗改不了吃巴巴啊 望向一旁苏鱼的小狗眼睛 我突然觉得楼晨侮辱了小狗 决定把刚刚的话改成史可朗 我检查了一下 戴了严丝合缝的手套 对潜逃的报道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白恋恋想重新缠上苏鱼 就被赶了出来 不得不说气韵这东西还是蛮玄虎的 我找了整整两个星期 才找到白恋恋的藏身地点 他不知道拍上了哪家有妇之夫 小三坐得如鱼得水 生活条件还上升了一个档次 当他看见我坐在他卧室的床上时 脸上还能带着嘲讽的神色 姜宁玉 你怎么在这里 你也配来见我 这个世界的男女主都脑子有病吧 有病的还挺一曲同工 我捏了捏柔软的真丝床单 这床不错 白恋恋 你过得不错啊 小三坐得可还顺心 被戳中了痛楚的白恋恋神色愤怒起来 但他转而思考了一下 脸上挂起蔑视的笑 姜宁玉 你少在我这里找存在感 我是坐了小三又能怎么样 我现在可怀着李董的孩子 等这个孩子生下来 他那个生不出来的原配自然要退位 到时候哪怕是江家也奈何不了我的 我目光落在他的小腹 白恋恋下意识遮挡了一下 看来是真的 但我也丝毫不惧 只是轻声笑出来 看来你是金丝雀做得久了 不知道现在外面怎么样了吧 白恋恋心底莫名涌上不安 但依旧嘴硬 你什么意思啊 李董一直把白恋恋 养在这栋郊外别墅里 里边连的电子设备都没用 每名其约安心养胎 实则软禁 于是我又拿出了一部手机 刚准备拿到白恋恋眼前 就被他尖叫着躲开 你走开 离我远点 辐射会伤害到我的宝宝的 我发了个白眼 白恋恋 好歹你也是穿越来的 能不能有点脑子 文言白恋恋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惨白 他不可置信地望向我 你也是 你也是 怪不得 我没空陪他玩猜字迷游戏 只是把手机屏幕对到了他眼前 李董车祸去世的消息 赫然排在热搜榜首 应无子嗣 所以生前财产由他的妻子 全部继承 我无视白恋恋 激进崩溃的目光 因侧侧地凑近他耳边 现在李董夫人已经知道了 你和你肚子里孩子的存在 人已经在路上了 你说他会不会为了财产 对你和孩子不利呢 白恋恋此时 也顾不上跟我争口舌之快了 没有丝毫犹豫 便跪在了我脚边 江小姐 求你救我 现在我要是死了 可就是真的死了 之前的事都是我不对 算在我们都是穿越来的份上 求求你救救我 白恋恋一下 下课在大理石坡的地板上 为了听这响 我特地把卧室里的地毯全撤了 现在舒服了 等到洁白的地面 有了几滴血水 我才假惺惺地扶起了白恋恋 好吧 跟我走吧 我把白恋恋带到了我的秘密基地 穿过一片重满白玫瑰的花园 打开点缀着天使翅膀的洁白大门 我一把将白恋恋推进了暗室 听着白恋恋发出的惨叫声 我爽飙起飞 没错 里边摆着的可都是他的老熟人 之前在我家帮他做事的小女仆 健身房他找来的大汉 他在楼城公司勾搭的楼城的兄弟 还有楼城本人 最熟的莫过于李董了 他肚子里孩子的爹 是我受了李董夫人的拜托才出手了 一道道大灯接连亮起 照亮了白恋恋绝望的脸 他爬到透明门前 用力拍打着门 声嘶力竭地嘶吼着 是你 原来都是你 凭什么 为什么 我嘴角勾起 冷笑出声 第一个世界 你为了冒充将军府失散的敌女 把真正的敌女退入湖中致死 第二个世界 你为了能和男主多接触 把女主哄骗进丧尸堆被撕成碎片 第三个世界 你把女主打下朱仙雅 趁她奄奄一息 之时剖她的金丹 替她的仙骨 助自己修炼 第四个世界 我平静地诉说着她的恶行 不顾白恋恋癫狂的喊声 直到念完 你为什么会知道 这根本不是我想做的 我是逼不得已的 白恋恋又几把开始装可怜 我是真的受不了这种 你真的是被逼的 难道不是你自己想做小说世界的主宰 才要求那个所谓的系统 放开权限 让你这样做的 白恋恋没想到我居然知晓一切 现在也不装了 江宁玉 我早该看出来 你不是那个愚蠢的大小姐了 你别对意的太早 随后她闭上双眼 用自己肚子里 孩子的生命交换来了 最后一个使用金手指的机会 我有点期待她会用什么金手指 但当看见苏玉出现 并用陌生的眼神看我时 我竟然有些生气了 白恋恋和楼晨还真是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秦哥哥救我 白恋恋冲着苏玉大喊 江宁玉 你对恋恋做了什么 苏玉 啊不是 现在应该是秦莫 对我大喊一声 便冲我挥拳 我真是RNMMP 然后转头果断 迎上秦莫的拳头 白恋恋用的最后金手指 是男二的无条件偏爱 她还是选择了靠男人 我不知道苏玉的灵魂 被挤去了哪里 只觉得心里烦躁 下手狠了些 世界已痛闻我 我抱着世界 一拳二拳三拳四拳五拳 六拳七拳 八拳九拳 十拳二七十四拳 三五十五拳 四四十六拳 五五二十五拳 六六三十六拳 七七四十九拳 八八五六拳 九九八十一拳 上勾拳下勾拳 左勾拳右勾拳 不出五个回合 秦莫就到地上不动弹了 白恋恋张大了嘴巴 脸上是满满的震惊 你把他打死了 对啊 怎样 我不耐烦的准备下去 收拾白恋恋 就见秦莫像个鬼一样 弹起来了 白恋恋又变得惊喜起来 但下一秒笑意 就僵在了嘴角 秦莫缓缓靠上我的肩头 轻易地蹭蹭我 玉玉 你打得好狠哦 我本来就很烦躁 直接一拳给秦莫 不对是苏玉干到地上 连个灵魂都打不过 没用 白恋恋许是被刷新了世界观 她正正地看我 你都这样打她了 她为什么还是一脸爽 我捏了捏拳头 什么 你想试试 为白恋恋最后留在了地下室 跟她的老熟 人们日夜相伴 其实不是我动了侧影之心 只是作为这本快传小说的 真正女主角 白恋恋活着 对我还有些好处 比如她的系统曾跑来告诉我 她可以让前面 所有小说世界的剧情不正轨 让每个被她迫害过的女主 都有好结局 但前提是我得留白恋恋一命 我只能答应 毕竟白恋恋要是真死了 我和苏玉也不知道能去了 其他世界的女主 得知是我救了她们后 都很想见我一面 但被我拒绝了 我只是随心做事罢了 并没有想过能拯救谁 更何况 帮助女性是每个女性生来就有的觉悟 会被此的交气除外 我也没觉得自己 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 身为女性这件事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白恋恋最后使用的金手指 若是与我堂堂正正打一架 我或许还能对她另眼相看 每个只想依赴男人的兔丝花 我只能祝她们成功吧 这很难评 全文完 作者 莲芝